这座围龙屋就跟广东的围龙屋比较像啊 中间都是池塘供奉祖先的地方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以前家族一个家族的人住的地方 一人一车打卡全国客家乡镇 大家好我是成都阿雄 我们现在来到了湘西赣州慧桑县 这里是军门领镇 然后刚才从那个路口过来 看见这里有一座围龙屋 修的特别有特色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芙蓉村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我就是从巡屋县那边跟着这条国道一路开过来 然后开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一个老房子啊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老房子一看就是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是我们客家建筑啊 这里是一座围龙屋 我们一起去前面看一下 这里是叫做芙蓉村 这个村里的风景啊 这些真不错 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池塘 我们一过来发现这里有一个碑啊 上面写的是芙蓉寨 围龙屋 赣州是人民政府立的 一过来就看见这个宗祠门口啊 特别的古老 非常有年代历史了 特别是墙上还写了两个字 孝山 我们客家人都是非常注重孝道的 然后门的上面还写了有字 门上写的是 诸室宗祠 这里是诸室的宗祠 进去里面看一下 一进来就是池塘 非常的有我们客家的特色啊 然后里面就是厅堂 里面的厅堂也是有一个天井啊 一个小天井 一进来就看见这面墙上有介绍 客家民居身外沿 芙蓉寨是军门领镇芙蓉村里的一座客家古建筑群 史卷于明代宣德年间 迄今也有580多年的历史 哇 怪不得 这里是我看见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建筑 580多年了 这边也有介绍 路动家学远 鹅湖品宜高 芙蓉在乃维江西 惠昌 军门岭 诸室发祥地 这里介绍的就是诸室家族的一些人文历史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上的牌匾啊 这个牌匾真的是非常有年代了吧 上面写的是不是冯德堂 应该是冯德堂啊 这里供奉的就是祖先的牌位 诸室家族祖先的牌位 之前看过李氏啊王氏啊张氏等等 今天我们终于看见诸室家族了 然后这里 旁边这个神位看的就更清晰一点啊 六室祖 四太诸公老大人之神位 这个宗祠500多年 但是经历过风风雨雨嘛 也是重新修缮过 看 这边写的就是公元2008年 然后重修芙蓉宗祠 这里是李氏会成员 这边也是 从宗祠的右边这道门进来 我们就看见这里的房子啊 这里已经年久失修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砖 这个砖就是叫做土砖 以前老房子都是用土砖修成的 大家看一下 用泥巴修的 而且这个土砖里面还加了一些草 这样就更坚固 这个瓦也是青瓦嘛 就是一片一片的瓦 大家可以看上面的瓦 我们来看清楚 这边就是这座池塘的左边 里面有很多房间 不过现在这边都没有住人了 都成威风了 因为这个房子很多年了嘛 这也是我们客家人以前居住过的地方 这座围龙屋就跟广东的围龙屋比较像啊 中间都是池塘供奉祖先的地方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以前家族 一个家族的人住的地方 这里房间都是以前诸式家族住的地方 现在这里的房子都比较老了嘛 都成了威风了 所以说也不能住人了 很多老乡都搬到其他地方住去了 我们看这里的台阶都是用石头修建的 用石头铺出来的 这边也是围龙屋 就中间是供奉祖先的主厅 然后旁边这里就是一个家族居住的地方 看这个家族人丁兴旺 这里面外面还有一层 我们可以走上去看一下 哇 我们从这里上来 看见这个围龙屋的背后 这里也有一层 哇 可以想象以前诸式家族在这边也是非常繁荣的 兴旺 家族也是非常强大 这边也是住人的 下面这里就是宗祠 就刚才我们在里面看见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宗祠正前方 都是山 这边都是依山而建 阿姨你好 我是外地过来这里旅游的 就这里是一个池塘啊 这个 变成送他的围龙屋 没有产生吗 OK 谢谢 谢谢啊 我们看见这个围龙屋 最里面这里 这一层 还有个巷子 跟着这条巷子往里面走 看下里面是什么样式 这个围龙屋真的好有年代 好有历史 这边也是房子 不过这边没怎么住人 这里 叔叔你们好 我是外地过来这里旅游的 你们是住在这里 对 很厉害 哎呀 这这这家家家的 啊 很厉害 吃很厉害 哈哈 你来说什么 在这边 嗯 嗯 嗯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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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吃到这个 哦 哦对对 啊对 哦 谢谢 哦 好多敲啊多敲啊 拜拜 这个宗池里面有很多层 然后刚才以为是最里面一层 我们现在进来这边还有一层 而且这里面现在还住着有一部分老乡 刚才进来这里面往里走 差点迷路了 里面好多巷子 然后还有好多房间 刚才看见还有一些老乡 还住在这里面的 一些老人家 有些房间还是挺好的 还能住人 刚才跟他们聊了一下 听见他们讲的话 也有很多我们的客家词汇 简单的还是能够交流 我们现在出来就外面了 然后这边我还没有进去看 我们现在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这边看上去也是像一个宗池一样 这边好像也是一个宗池 上面写的是大雅一峰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还有街上 里面还有一位叔叔在睡觉 叔叔你好 我是外地过来这里旅游的 我说过来这里参观一下 这里是宗池 叔叔应该姓朱 朱德的朱 朱是宗池 这边负负的是十四祖 旁边那边负负的是六四祖 对 太宫的 我看这边十四祖是 像你们平时讲的话 都是当地的方言 我告诉你 你听得懂我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哦 哈哈 你的音频还谈哈 哦 谈哈 小王有没有你找哈的词 像呀 说是六祥 啊 说呢 哦 是六 像呀 哦 像像呀 对对对 旁边这个宗旨现在也算一个图书室 这里还放了很多书可以学习 旁边这个也是宗旨 不过这里面供奉的祖先 应该是比这个祖先背份要小一点 刚才有位叔叔在里面休息 我问他是不是讲客家话 他可能不太懂 这边老年人可能对客家这两个词 没有什么概念 就跟我们四川成都一样 成都那边的老年人只知道讲的是广东话 所以说这边的老年人 他们可能也没有客家这个概念 所以当圣国跟他们交流 听见他们讲的话里面 都带了有很多的客家词汇 比如说蛤蜡 对吧 刚才听他们说的 还有位老年人说写神 这些都是客家的词汇 这边应该住的都是客家人 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逛到这里来 也可以来参观一下 这个视频制作不一 看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